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真是 让徐老师谈谈我们到了新家 你的感觉 很不好意思 后面放了那么多书 那不是显得我们很寒酸吗 不会的 因为那都是假的 实际上我们背后全是一个绿的这个屏 但是你看有败于今日这个电脑科技 这种东西好像英语叫什么Colomakia什么的 你看我们这个灯 你给徐老师 你发现没有 我觉得咱们这个新的这个宅院 新的这个环境 让我有一种赌场的感觉 没错 就像是那个打扑克牌的那种赌神是吧 巨赌的一个小桌 对 应该这里再占一个美女呢 是用来做妆的 那就好了 那就好了 盘腿往这一坐 这个想起来真是感慨万千 我们这个17年来 咱们这个这么小的一个节目 徐老师 我还要跟大家预告 在不久的将来 很快 我们这桌子又会恢复百罐 金光闪闪的三个罐 还三个了 对 就不只是一个了 挣钱多了 所以你说这么小的一个节目 17年来 对 17年来 17年这个词有特定概念的 你知道吧 什么概念 17年 17年 指的就是1949到1966 在文学史上我们讲17年文学 17年什么什么 现在讲前后30年 就是从建国到文革爆发 对 这个是一个历史时期 我还能给你接上 你是1966年吗 到1966年 我呢 出生于1967年 而我的名字文涛 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波涛 瞧瞧 历史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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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分发一下任务 我还是讲 我还是讲一下 这个金冠的事 我昨天有些话 就为了要观众听 谈的就是金冠 那这哪像 有些话 我是为了给他们 楼上的那个管理层听 你知道吗 像我们这个小节目 做了17年 一方面呢 给这个祖国建设 一直在现机现策 当然有时候也添了一点乱 给祖国建设 但是在这个同时 我们还能挣钱 那能够能够为公司 这个这个创造利润 那不用 你说说 那不用 所以说嘛 我们没什么多钱 对不对 这是 好 这个这个 咱还是讲点高大上 因为咱们到了这样一个豪华的环境 我认为呢 我们就可以讲一讲豪车的事 哎 知道吗 薛老师 怎么了 你不是对北京的这个跑车相撞 最感兴趣 对对对 我跟你说 你改变中国历史的一次撞车 哎 那谈不到 但是这个改变了很多人的兴趣 就是呃 4月11号吧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哎 夜里9点半到10点之间 在北京的一处隧道 一辆绿色的兰博基尼啊 一辆红色的法拉利 兰博基尼的车头撞的粉碎 你知道吗 这而且徐老师最感兴趣了 我要一说 他就现场遗留下一只高跟鞋 哦 才一只高跟鞋 现在据我的调查 什么意思 据我的调查 兰博基尼这边座位 是一位呃 女性 这位女性是受伤者 呃 但是这可能也不中 哎 遗留下一只高跟鞋 然后呢 哎 你可以先看看照片啊 咱们这个全民同欢一下 就是说哎 不能欢乐了啊 这是这是肇事啊 看红色法拉利 据北京一个超跑俱乐部的负责人 现在赶快宅 说这车都不是我们俱乐部的 他说 他估计啊 这辆法拉利 如果是新车的话 大概500万 嗯 有这么贵吗 他说的 那个超跑俱乐部的那个创办人 然后你看下边 趁机炒作 车头撞毁的这辆绿色的兰博基尼 嗯 他说呀 这辆绿色的兰博基尼 这种型号 即便是新车啊 那意思 他有点瞧不上 他估计也就200多万 我我是在报道里看到 咱们不懂这个 都是咱买不起的 你再往下看 哎 你看 撞了这个隧道 16米长 70多平米的这个墙皮啊 给铲下来 你再看下边 哎 这就有意思了 这什么 这就有意思了 你看 嗯 一个旁边还有车 这个车门给刮成这样 嗯 你知道呢 现在大家都在说 这个车是富二代飙车 嗯 但是北京公安方面的这个交警通报哈 经公安部门进一步调查取证 余某唐某 这俩一个20岁 一个21岁 这俩存在驾驶机动车 追逐禁止违法行为 就赛车了 哎 就是瞬间 瞬间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160 嗯 160公里 那也不算快 哦 徐老师经常 徐老师平常 如果是在 16赛车 这算啥呢 是 公路里不是赛道 加长速度 不是 你在德国开车 你要开160 旁边刷刷的超过你 这是国旗 人家根本没限速的 徐老师 你忘记了 这是在北京 这是在北京 我跟你讲 你一般的车 就算BNW吧 它那个时速哈 160 140是中间 嗯 对 徐老师 你这个就不接地气了 嗯 你要照这个郭登 你没小时能开10公里 那就风驰电车 那就是 你叫160 那简直超限速度 对 然后呢 你说 然后呢 就现在这个就人肉 就网友就超 说富二代 说还是什么官二代 好 这个 那么容易被超 这机密啊 红色法拉利的这个 是个北京人 呃 姓唐的 然后呢 这个兰博基尼的 这个登记呢 是个长春人 俩人都是无业 小伙子 然后呢 这个 有意思的是兰博基尼 兰博基尼 他的这个父母亲 他父亲反而就说 说我们都是普通人家 我们也不是特别有 有有钱 说这个车 是谁买的呢 说是我小孩 炒股买的 谁谁谁 这个小孩 他小孩 他儿子 炒股票 哦 这两天香港股票 炒股票 有了钱 当然也加上一点 父母给的钱 说买了这么一个 呃 博基尼 哎 然后呢 就是这么个情况 然后家里人就说了 说说情况 说你说是飙车 他不是飙车 他说呀 当时下雨 是这个隧道里啊 有一小摊 有一滩积水 他们要加速夸过 两辆车 呱停在积水面前 徘徊不前 因为怕这个水位高了呀 不是会坏车吗 所以他说 但是我们家小孩 最后想了想 决心呢 试一下 所以一踩油门呢 进了水 一进这个水呢 兰博基尼就开始打滑 我估计兰博基尼厂商 可能也不太高兴 是吧 另一打滑 他就失控了 哇 他就转转转 绑一下子 太好了 我觉得今天讲这个事 是不是不太好踩头啊 为什么 我们今天搬进了个豪宅 就讲这个豪车相撞 对 咱就得讲高消费层次的事 以后我不能再撂草 跟他们去 环境不一样了 那这个事到底 为什么说的那么严重 这事我没搞明白 是什么呢 大家都说这是个大事 它有多大呢 就两个名牌车相撞 好 就算是富二代相撞 那又怎么样个改变中国历史呢 有那么严重吗 我们改变中国历史 是另外一单车 是另一个车 不是这个吗 对对对 这个车是不是我们不知道 到底是谁谁谁不知道 常规来说呢 这种车相撞呢 是合理的 我相信是合理的 首先你想 我成议 首先你想 你开的这种车 你在香港也看到这样的车 好郁闷啊 这种车驾来香港 驾来北京 就是亏了他们了 你要站在车的角度来想想 人家是为250公里设计的 人家到了你一个地方 限速100公里 你说 你说多郁闷 以车的角度来讲 多郁闷啊 你明白这个意思 就像梅西到了乒乓队啊 你还没说 就是这样的意思啊 你还没说 以油的角度来讲 也很郁闷 他们 你平常可以看到 你在香港都经常可以看到 他一点点落后 他就踩着 拼一下 呼呼呼呼 呼一点 然后你再对上去 那红绿灯 他又停住了 他根本没法动 对不对 但你这么讲的话 那么你在北京 香港开路虎 难道也很郁闷吗 人家那个是英女皇 他开去苏格兰高地 沼泽区湖去旺 开路虎 然后你在北京 他又逼前面要是一个 随便什么货车 冒出的气 又全对着你喷 对不对 开又没法 看平均五公里到十公里 在四环 我就是在北京 所以呢 开这样的车呢 他一旦有机会 我想啊 假如你开这样的车 一旦有机会 前面没有堵车了 他想稍微开快一点 安慰安慰他这个 这个这个美女车 他是不是也合选 所以就撞 然后就撞 第二呢 第二就是开这样的车 多数是年纪非常轻的人 对不对 像我这样 我不断喜欢开这样的车 我上次 这个是势力量车 咱们一编导买那个车 我发现我就不太喜欢这个 就是他讲究的就是提速 比如说几秒还是六秒 就从于从于零 提速到一百 可是你就像咱这岁数的人呐 他一踩油门我 不过这个呢 这个我那个提速 快干 对我现在要干什么 不过这个呢 有可能是这样 你年纪还不到 还不够大 嗯 子冬老师呢 是一位心脏保 对对 那你呢 我心脏也好不到哪去 你年纪还不够大 为什么我也见过 很多男的是这样 就我们也都认识 咱们也有朋友开 开保时捷吧 对吧 年轻的时候觉得 这车这太土豪了 我这位置都不会开 到了五六十岁 就男人那股劲就来了 不是 女朋友不敢找 家里都有老婆 对 怎么办 就弄个车吧 就跟年期象征 就就这种 美国有个电影里 还专说过 是讲一个男的 各种各样的 跟年期象征 其中就有一个 五十岁买保时捷 没错 太多了 很多这种开保时捷 法拉里 我跟你讲 车门一开出来 都是秃头 所以说这个 一个是枪 一个是跑车 都是男性荷尔蒙的延伸 然后呢 除了那个 好车开不快 开车的人年纪轻 你在美国年纪轻的人 保险就贵 对不对 还有第三个 一般来说 开这样的车的人 家里有钱 我们只是一般来说 而且这个钱 是来得比较快的 要么是大官 要么是什么 炒股 或者是什么 三星煤矿 等等 那你想 这三个因素 凑在一起 你有后者的 这个官二代 富二代身份 开车 当然也就特别 横一点了 对 所以概率上 是出事情 我今天看新闻 我说这个炒股 可真是让人恨 就是说 你看说 自己没买 他就恨了 就说这个赵薇和他老公 就一个股票 一下52个亿 你想什么张子怡 这下王峰 也不用开演唱会了 是吧 你就也一下十几个亿 我的天 真是鼓励这种 不劳而获 是吗 对 为什么我没份呢 对 十七年到了 大家都认识 对吧 腔腔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对吧 对吧 我忍不住还是想夸夸咱们这个豪宅 你看文道 你给一个文道 你瞧瞧 文道你背后这个是书架 你瞧瞧 这个书箱感觉文道 就是就应该在这个情况下 你说是不是 就应该在一排假的书前 你看我背后还有一张我的小照 我说这个搞个人崇拜 文道说说文道说说 我想说这个 因为我对车一向不是很感兴趣 我又不开车 大概是我男性荷尔蒙不够 你都去了别的地方 都去了别的地方 然后我是前阵子才晓得一件事 原来很多这些外国车 到了中国都是有家常版的 是吧 像奥迪 什么A6 A8 或者是 它有个Air 加了Air就是家常版 说原来这些家常版 是主要是在中国销售 但这个呢 我是特别不能理解 当然很多人都跟我说 那是因为中国人喜欢车子 长一点 阔气一点 我觉得美国才好多那种家常车 不是 美国的Limousine 是另外一种类型的车 它是另一种类型 它那个车原来怎么样 它也就怎么样 奥迪去了美国也就那样 但美国你要长车 那根本就是租一个林肯的 或者凯迪拉克那种大长车 通常是搞毕业派对 结婚用的嘛 对吧 那么说回我们中国这个家常版 我觉得很古怪 就是我在北京看到 后来我知道这事 我才开始留意 真看到很多家常版的车 都是堵车的时候看到的 北京这个地方 就开车基本上就是停车 那个概念 你真要找停车的地方呢 他是这样 你要真要找地方停车 找不着 你要开车的时候就变成停车 是这么一个地方 其实家常版的车 是尤其不适合 尤其违反 你知道啥道理吧 其实呢 正常的车呢 它是有比较窄的 中等的跟宽的三种 比方上BMW吧 它有三系 有五系 有七系 是啊 中国的顾客呢 他希望用五系的价钱 买到七系的尺寸 所以你看在中国 很少人开宝马七系的 但是五系加一个L呢 价钱没贵多少 但是后面的位置就宽了 没错 老板呢 他这样就比较经济 又能做老板 因为七系主要是给老板做的 一般的人 自己开车的人 不care后面位置有多少 有很多非常好的SUV 后面的位置并不宽的 但是他们呢 他自己做要业司机 但是他又又不愿意买 可是我想说 比如说为什么 或者不愿意买Benz S系 就是他用E class 所以中国今天的 我们的这种城市的面貌 堵车堵成这样 其实我们应该学一学 像日本 或者意大利 你们看到日本 意大利这种国家 这两个国家 都是特别多小车 你比如说像意大利的话呢 那个Alfa Romeo 爱快 我们大陆也叫爱快罗密欧 对吧 他出一款小车很流行 那是因为意大利 你知道那个 很多小城市 路特别窄 那石头路 对 佛罗伦萨 那日本呢 你像东京 也是人多车多 那所以他们都流行开小车 就算是很有钱的人 我看到他们有时候 也是坐小车 而那个小车 真的小到一个地步 是日本之外都没见过的 但我觉得那才是 适合环境 合理的开车 是不是 但是你怎么能让有钱的人 自愿按照你说的去选择呢 不是你理性一点想嘛 你比如说 他怎么不理性呢 他买得起 就是不同的理性 他上亿的钱 他就要坐这个车 那么 那个中国呢 是跟美国接轨 中国跟美国就太相像了 你美国也是这样 你在纽约你街上 一半都是SUV 中国就是车是要大 要高 这样才比较舒服 欧洲人是为了 我最近看过他们一个小的Smart 那个Bench的小的Smart 你知道它的好处在哪里吧 欧洲不是停车都很困难 就停在街上 它可以这样直接开进去 人家是这样停的吗 它的车可以这样开进去 在里面停 对 日本呢 是车道不小 但是他们很少开车 中国的最主要的问题呢 其实呢 财经的偏离都讲了 就是使用车的成本太低 因为在东京也好 在美国也好 在纽约 在东京 没人开车 是因为你开了车 走不动 你上班不能靠他 另外停车太贵 香港也是嘛 香港你要你开车到公司上班 你一个停车费 就至少三千四千 家里有三千四千 你别的不讲 两处停车费 一个月就七八千 北京 你看大家都有办法 在公司里边 周围各种各样的方法停车 尤其是领导 特别有办法了 对不对 叫下面秘书帮你去停车 他不用担心 所以中国的大问题是 为什么这么缓慢 路很近还用车 就是因为停车的成本低 就这个原因 而且你知道 他这个飙车的这个踩 他要好像绕着几环 这么转一圈 这个油就完了 就踩一脚 这就是八百块钱 而且他必须得加 那个最高飙号的 98号的那个汽油 这必须加那种油 是不是受了 那个狂野时速的影响 现在这个片子 虚老师说的对 报得不得了 虚老师说的对 你看了这电影了吗 看了看了 这个你知道 甚至有人说啊 这个一开最最早的时候 有网友说啊 说这是那个速七的剧组 有意制造的 因为就是那天 就是那天夜里零点 他这个首映 然后就在首映之前两个小时 发生了这个 你知道那片子吗 我知道 在中国现在打破所有的记录 我知道 单日的记录 夜场的记录 什么什么的记录 票房第一天全部打破 你对 你觉得为什么 有那么好看吗 我我我看了一下 故事很简单 但是这个片子 现在就是 就是我也搞不清楚 我搞得清楚 你说说看 我跟你说 我要给你引用 好莱坞消费者报 还是好莱坞 好莱坞 好莱坞有个消费者报 不是 小维屋 小维屋 好莱坞什么报 小维屋 报道者 好莱坞 反正是就言之有据的 他有一个 言之有据 他有一个影评 说的很有意思 就是说啊 这是一部愚蠢而巨大的电影 他愚蠢的 让人感到无可阻挡的愉悦 你看这个就是 我跟你说 是可以看完的 我一开始也不大 看刚开始看 也觉得有点看不下去 我还去上趟厕所 我觉得根本就可以出去一趟 但是呢 到后来我就发现啊 我跟你说 这等于就是 这就是电影工业 有些东西 他这个做的效果 这个电脑特技 还是车这个相撞的这个特技啊 哎 有动作片的一切了 武打 格斗 做的挺靠谱 对吧 撞车 开枪 枪战 爆炸 毁坏城市 我就说 有些东西啊 是人的生理上 你没法不看的 比方说 要是一个车 从第一辆楼里撞出来 撞进第二个大楼 第二个大楼撞出去 撞进第三个大楼 你知道吗 你就这个 你总得看吧 这是电脑做的 这是电脑做 百分之九十是实拍的 据说毁了两百多辆车 两百三十多辆车 毁了两百多 用了三百多辆车 毁了两百多辆车 这其实简单的说 它就是一个武侠片 不过武侠呢 它斗争的手段呢 就用车 所以喜欢车的人呢 着迷的不得了 因为它用到了各种各样的牌子 里面讲究的不得了 就正派角色跟反派角色 用的车子的这个年份啊 这些典故 所有车背后的文化 比方说正面人物 用的七零年代的Dodgy 就是这种美国的老车 反派人物呢 全部是奥斯多 Martin 这个Masladi 就是欧洲的名牌车 用很多这样的符号的对色 有讲究 所以而且我跟你说 他就是 为什么我说就是荷尔蒙啊 他一切都是只给的 你这种只给 就包括 还有一个就是美女 这个 有车膜吧 色情 就完全是色膜 两个车 你想多大像 两个车在这 整装待发 乌乌乌准备开 然后一个女的 拿着那个号令旗 从背后 从屁股后边拍 这女的小裙子 掀起屁股来 哗 就是这个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给你介绍一个 咱现在都重视消息来源了 文章来源是第一制片人作者刘定坚 刘定坚他说了一篇文章 就说国产片 严重落后的五大癌症 你说他总结的 也值得咱们谈谈 他就 第一 接地气是国产片 共同的目标 什么至青春啊 西雅图啊 太炯啊 都是国内民众有共鸣的内容啊 哎 自然容易取 取悦国内观众 他说 但是 好莱坞电影不可能具备这么接地气的穿透力 但是呢 当国产片集中接地气的时候 好莱坞却满天飞 钢铁侠 蝙蝠侠 什么什么侠 飞啊 飞 非常离地啊 内容都是幻想 无限创意 看一下全球最卖座的一百部电影 绝少这个接地气的 他们都是借题发挥 想象无限 所以他认为国产片眼光狭窄 是致命的重伤 故事永远困在小小的死局里啊 二就是我这个国内灯光组摄影师 道具剪辑调色调光到收音 是吧 提供这些专业技术服务的 都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特色 农民工 然后整个地球上只有中国人的电影业 充斥着农民工 他说我当然明白农民工的好用啊 但是我也想让大家思考一下 为什么好莱坞不雇佣农民呢 为什么好莱坞偏偏要电影专科毕业生 还要挑技术最好的呢 难道他们的大学毕业生挺容易管理的吗 等等 以农民工团队跟好莱坞大学精英PK 太搞笑了吧 然后三 瞧不起咱们农民工 对对对 这些瞧不起功能性 对 创意工业理念 他说什么是创意 就是创新冒险尝试突破实验 国产片的思维刚好反过来 不耗创新 风险大 不能冒险 输不得 不敢尝试 怕失败 不愿突破 无必要不应实验太浪费 所以呢 大家的国产片都是走的老路 一个什么火了 大家一拥而上 但他说什么是老路 老路就是死路 然后再有一个技术层次脱节 哎 这讲跟你有关 说中国人呢 一直喜欢琢磨文字 到现在就琢磨剧本啊 对白啊 而美国人呢 是数码科技降临啊 他琢磨的是电影要发展画面影像技术 而不是文字的技巧 他提出这一点 第五 团队组合及管理 就是说 中国人管理的癌症思维是用人为亲或者为便宜 一人得到则鸡犬升天 某个村有人当了导演 身后总是跟着大群的同村兄弟 然后呢 这些国际化标准化 脚情效率 这些制作电影的普世价值 在中国人的圈子里不受重视 这位刘顶尖 可是这个说法 我觉得有的说法我赞成 但有的我觉得不一定是讲话 你可以批评他 你比如说像剧本 我觉得这个讲法太简单了 好莱坞并不是不注重剧本 恰恰相反 好莱坞是非常注重剧本 尤其是越是科幻大片 他越重视剧本 你比如说像那个《星际穿越》 原件是什么 他是整个从本子开始 就已经构思了太长太长的时间了 反过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是败在剧本 而不是剧本太讲究了 咱们好像哪里都败了 农民公司不败 不能这么讲 这个狂野时数是三个场面 是印象很深 一个就是你讲穿大楼 另外一个从飞机上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所以汽车把直升机打下来 可以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